用中文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斯洛伐克经济部政策 格利克去年年底率团访台 签署9项合作备忘录 规格曾及近20年来最高 返国后近日接受专访 透露行前曾经遭受中国施压 格利克向斯洛伐克媒体表示 中国对台思合作疑神疑鬼 他得再三向中国保证 双方是进行商业目的交流 更证实中国要我们别去台湾 不只如此格利克也爆料 当初要捐疫苗曾经被某家厂商拒绝 去年9月底斯洛伐克 捐给我国16万剂AZ疫苗 原本格利克询问的是 另一家疫苗制造商 厂商拒绝提供给台湾 才转向和AZ洽谈 中国在这个BNT疫苗上面的一个打压 通常都是政治大于一切的 近年欧洲国家挺台力道增加 除了斯洛伐克外 包含捷克议长率团访台捐赠疫苗 立陶宛与我国进入互设代表处的实质进展 外交部指出欧洲议会及各国议会 2021年就通过26项友台决议 友台模式已经建立 欧洲对中国防备性升高 转向与台湾友好连锁效应出现 也推升台湾战略重量 三顺李正道和从台北 这么报道 两顺李正道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